前总统哈利玛获颁弹淡玛西最高荣誉勋章 以表彰他的卓越贡献 共有763位国庆奖章得主 从尚达曼总统手中接过国庆奖章 国庆奖章颁奖礼在公益教育中区学院举行 尚达曼总统主持了授勋和颁奖仪式 哈利玛是我国第一位女性民选总统 也是我国国会第一位女议长 今年有四人货班书工勋章 当中包括建屋发展局前主席陈玉庞 以及新科工程前主席柯宗盛 以表扬他们对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